这是家恐怖的精神病院 其治疗的手段非常残忍 首先把病人锁在浴缸里 用热水高温做二十分钟 病人发出痛苦的惨叫 等到结束之后 再快速泡在冰水里面 冰火两重天的折磨 让病人差点就断了劲 科医旁的护士长却说 他的精神病马上就可以被治好了 更让人感到恐惧的是 这只是其中一种方法 面对造狂症 健忘症 甚至还有青少年主义力分散症 院长都会亲自动手 进行鹅叶切除手术 首先使用医疗机械 在脑袋上面开两个洞 然后掏空大脑的鹅叶 或用冰锥对准眼眶 然后用锤子用力敲击 直接捣碎大脑的鹅叶 一场手术下来之后 病人果然变得安静了 不过他现在的状态 精神呆滞 神情漠然 已经完全地失去思想 成为一具行走的空壳 可就是这样一家 几乎恐怖到变态的精神病院 这个女人却从非常远的地方 开车过来参加面试 应骗这里的护士工作 她的身上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女人的名字叫拉奇特 为了好记忆 我们叫她小拉 她穿着偷来的高档礼服 走进了这家精神病院 并告诉前台自己的来意 很快护士长就接待了她 可对方的态度很强势 我们从来都没有发送过 任何面试邀请 而且目前医院里 也没有空缺的岗位 更重要的是 院长办事还没有回来 说着就要请小拉离开 见小拉的态度坚决 她也只能生气地离开 而此时的院长 正在州长的办公室外 医院最近资金州转不开 她希望能得到政府的资助 可一连三个月 连州长的面都没见到 她也只能无奈地离开 来到附近的酒吧小丑 却好巧不巧地 遇到了来喝酒的州长 院长抓住了这次的机会 向对方推荐自己的医院 可州长完全不感兴趣 粗鲁地打断她的介绍 然后直接下了逐客令 院长只能不甘心地离开 可是她走得太快了 没有注意到州长秘书 投来了感兴趣的眼神 而等在大厅里的小拉 一直被迫接受着 其他人探究着的目光 难免也有一些不自在 于是借口来到卫生间 拿出口红敷衍的布状 却意外撞进了 锦发护士投资的场景 她并没有声张 只是默默地离开这里 正巧这个时候 生了一肚子气的院长 郁闷地回到医院里面 护士长走过来 跟她说了小拉的事情 对方执意要参加面试 满腔的怒火 似乎在这时找到了发泄口 院长气冲冲地走出门 可是小拉却先发指人 我知道您的工作重要 但我的时间也很宝贵 如果现在能面试的话 我就会原谅您的无礼 院长完全被牵着鼻子走 带着小拉来到了办公室 交谈期间 小拉专一地回答 赢得了院长的青睐 不过确实没有岗位空缺 院长也没有钱雇佣她 小拉没有过多的纠缠 留下联系方式离开了 不过来到大厅时 却顺走金发护士的钱包 她根据名片上的地址 找到了金发护士的家 原来她已经结婚了 还有个可爱的女儿 小拉顿时就有了主意 她把金发护士约出来 她让护士从医院离职 否则就把出轨的事情 告诉她的丈夫和家人 她的女儿也会有危险 护士只能无奈地同意 正巧当天晚上 州长秘书来到医院 你的医院 你大胆的想法 这些都会让选民们 对州长产生全新认识 听见州长秘书的话 院长立马欣喜地同意 第二天 州长来到医院里视察 院长做好了十足准备 可金发护士没有来 还有两个护士休假了 医院里的人手不够 院长立刻就想到小拉 打电话让她过来救场 小拉换上了护士服 并趁着给病人发药时 偷偷调换病人的药片 导致病人当场发作 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这时小拉及时出现 用专业的手法 治好休克过去的病人 在州长面前出尽风头 拨取了留下来的可能 但禁拼这些是不够的 趁着空闲的机会 小拉找到一个男病人 她患有重度的抑郁症 小拉直接怂恿她去自杀 院长桌子上有把开信道 你知道该怎么做的 结果就是院长打开门 发现了男病人的尸体 她的情绪瞬间崩溃了 今天是重要的日子 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 她急得满头都是汗 小拉在旁边安慰院长 其实早在第一天面试 小拉就发现了 院长患有躁郁症 需要靠吃药来维持 所以她故意用男病人 引诱院长的躁郁症发作 然后再获取对方的信任 终于成功地留了下来 但这不是她的最终目的 趁着半夜没人的时候 小拉来到医院的地牢 里面关押着一个犯人 她残忍杀掉四个牧师 据说她的生母是修女 在被主教抛弃的时候 就已经怀有了身孕 之后更是死在妓院里 孩子也被送进孤儿院 可却受尽了欺辱 所以男人长大之后 便找到了主教复仇 而另外三个牧师 只是无辜的牵连着 由于守法极其残忍 引起了民众的愤怒 纷纷请求判处男人死刑 但根据法律程序 男人必须先在医院里 接受精神病的评估 如果检测出是正常人 就会被立即判处死刑 反之则会逃过一劫 而小拉正是她的姐姐 两个人从小就失散了 她混进医院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弟弟 伪造成精神病患者 以便逃过法律的制裁 但弟弟的看官很严 吃饭洗澡都有人监督 小拉只能找各种机会 给弟弟送去情报 但是在这起案件当中 还有一个幸存的牧师 她当时躲在床下 目睹了发生的一切 而她的证词 将会对弟弟构成最大的威胁 小拉找到她的地址 并伪装成虔诚的教徒 一步步获取对方信任 牧师毫无防备地 跟着小拉来到了酒店 在喝了加料的茶水后 便直接昏了过去 等她再醒过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被绑在床上 小拉正在床边看着她 他并非生下来就是恶魔 而是被逼成那样的 我不能看着她去送死 说着她拿出了冰锥 对准了牧师的眼眶 这是她跟院长学会的 只要一锤敲下去 就会直接击穿脑前夜 而人基本上就算废了 牧师就像行尸走肉一般 再也没办法出庭作证了 最大的威胁被解除了 小拉急匆匆地赶回医院 可弟弟那边并不顺利 虽然她按姐姐的方法 用力地扮演着精神病人 但表演痕迹太过严重 被院长一眼就看穿了 我不相信你有精神病 弟弟的表情立马变了 她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等回到地牢之后 偷偷和小拉商量对策 院长虽然信任小拉 但远远没到可以为她冒险的程度 怎么才能让院长听话呢 小拉回去想了很久 却意外地发现 有一位富婆正在偷偷调查着院长 而且她还雇佣了杀手 等到身份确认后 就会立刻地干掉院长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院长藏着什么秘密 小拉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便开始悄悄地接近杀手 巧的是杀手就住在自己附近 是刚搬到这里的时候 和自己搭讪过的光头 小拉会成功吗 杀人魔的弟弟 最终会被判处死刑吗 以上就是每句 拉吉特第一集到第二集的内容 拉吉特这一角色 出自飞跃风人院里的护士长 这部影片啊 给了角色更饱满的形象 讲述她如何一步步 走到令人憎恨的护士长 不过第一集呢 主要还是解救弟弟的故事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